亲爱的您好 想看看哪款车型 想看看那个新款的天翼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2019款的天翼 和老款的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肯定是有的 但是外观上很难看出来 首先它还是分1.6T和1.8T的两款车型 现在1.6T是新增加了一个次低配车型 因为原先的最低配和次低配之间相差了1万7 很多顾客会选择最低配 但是觉得配置可能会不够用 但是次低配一下要增加将近2万块钱 所以说现在增加了一个15.97万的书响型车型 这个车型增加了很多配置 比如说倒车雷达 全景天窗 18寸的轮圈 还有车顶的行李架 这些都是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来新增的配置 只增加了7000块钱 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它还确实挺划算的 还有其他的新增加的车型吗 新增加的车型就这一款 但是其他原有的车型 在原先的基础配置上都进行了一些调整 但是价格都没有变化 比如说静响型 也就是原先的时尚型和乐响型 都新增加了PHC自适应液压悬架 还有它的定速巡航 但取消了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和加热 以及大灯的感应启动 待会我们可以在试驾中体会到 这个PHC的自适应液压悬架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来调整 它的一个车身的阻尼 在不调整车身高度的情况下 适应各种路况的舒适性 定位更高的1.6T和1.8T尊响型车型 还配备了可自动开启的全LED大灯 这些在劳款车型上只有在顶配车型才有的 明白了 那其他还有什么亮点呢 亮点很多啊 比如说它的外观 对外观而言 它采用了很多概念车的设计元素 比如这些像是镂空进气口一样的圆角矩形的设计 还有它的行李架是一个悬浮式的行李架 双色拼接的 包括它的尾灯 也是一种圆角矩形的尾灯 这些设计都很大胆 都非常适合年轻人这种非常追求个性的眼光 并且它的轴距跟同级别的竞品车也很有优势 达到了2730毫米 这样的轴距对后排的空间就有很大的好处 现在我带您去车内看一下吧 法国车的内饰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了 既有科技感又有舒适性 看到这个挡霸了吗 它有点像战斗机的方向感 还有它的仪表这一块也是全液晶的仪表屏 双色拼接的内饰很时尚 还有全景天窗 这些都是内饰非常亮眼的地方 那我现在带您去试乘一下 体验一下这个车开起来是什么感受吧 咱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辆2019款的天翼 其实这辆19款的天翼跟改款前的在动力上面的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都是分为1.6T和1.8T两款车型 然后1.6T的最大马力是167匹 峰值扭矩是245牛米 咱们今天这辆是1.8T的 会动力会更好一点 是马力是204匹 然后峰值扭矩是280牛米 然后匹配的都是一样 都是六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咱们这套1.8T配6AT的黄金组合 其实在国内是非常有名的 在城市驾驶的时候会给你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它的油门在你高速行驶的时候 后半段的劲儿是非常足的 就是不管你在城市还是在高速公路上 城市的话就是超车会很轻松 刹车的话很灵敏 不会给你一种急刹的时候 不会给你一种要刹不住的感觉 就是平时驾驶的时候 会给你更多的一种安全性和安全感 换挡的话变速箱给你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就是很平顺你在急加速的时候 它的一个换挡逻辑是非常明确非常清晰的 作为它SUV它匹配了五种驾驶模式 有这个公路雪地还有山路和沙市地段 就是也会给你一种更多的体验吧 另外它还给你可以把这个ESP给关掉 如果你想体验更刺激的驾驶的话 据它说最值得一提的是 它配备了这个PHC的自适应液压悬架 这个悬架可以根据你开的不同的路况 来调节阻尼提高咱们驾驶的舒适性 一会儿咱们可以开到一个比较复杂的路况 一起来体验一下 你也体会一下这个非常舒适的底盘 咱们现在找了一条这样的碎石路面 来一起感受一下PHC的自适应液压悬架 这种液压悬架可以有效地降低 很多多余的震动频率和次数 可以看到这种碎石路面 你感受到这种边波其实过滤的已经非常好了 跟咱们普通的公共驾驶没有太多的区别 但是像前面这种大坑 这种大坑可能会 车身会晃动这么一下 但是这么大坑在所难免嘛 但是车身回味就很快了 会晃那么一下 但是回味非常快 所以整体舒适性也是很OK的 底盘给你的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浑厚 是很稳重的一辆车我觉得 放心